这是希望可以挑战大联盟的台湾好手 最近他在美国跟美国职棒圣路易红雀 签约成为对史第一位台湾选手的文化大学头手林振伟 在回到台湾之后 7号上午重返了高中母校男婴商工 也跟学弟们见面互相打气 另外下午他回到文化大学 提到未来到美国的目标是能够稳定的发展 并且希望可以穿上舅舅郭洪志的56号 或是前辈王建民的40号球衣 以他们为努力的目标 在文化大学的球衣上签下名字 送给校方留念 日前才在美国与圣路易红雀签约的林振伟 山高203公分 还能标出160公里的快速球 优秀潜力获得红雀青睐 成为对史签下的第一位台湾选手 自己是想说应该也是会 等回到台湾才有可能有进一步的消息 没想到就是在球季快结束的时候 就剩一场的时候就收到消息 而前旅美投手郭洪志 也是林振伟的舅舅 会不会成为他的压力呢 舅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目标 然后也像是一个好朋友 对啊 因为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些 球场上的事 或者是心理层面的事情 不但不怕舅舅成为阻力 更希望将他变成助力 背号可能就五六或四十吧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舅舅 和王根先败他们的背号 就是希望能够以他们两个作为目标 未来也希望能穿上五十六号或四十号球衣 要以两位旅美的大先败为目标 而出身台南的林振伟 一早也回到高中母校南英商工 感谢师长和陈县荣教练当年的照顾 林振伟也成为南英出品的第十位旅外选手 而第一位就是他的教授郭洪志 接下来林振伟将在七月中旬赴美报道 早就已经为旅外做好准备的他 表示语言和饮食的问题都不大 只希望到美国能稳定的发挥 朝着梦想前进 华视新闻杨文上杨智富 SNG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